让世界震惊的是,直到1978年,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贫困的农业国家,距今也只有45年。 但在那个时期,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际上已经具备了有限的汽车工业能力,但真正的行业发展直到2000年初才真正开始。 有人称这个时期,是中国汽车业的黄金十年。 其行业突破主要受益于欧洲和日本的技术支持,2009年,仅仅在9年之后,中国就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而且中国汽车的市场份额仍然在不断增长。 到2022年,全球27%的汽车来自中国,而汽车传统强国德国仅占3.7%,排名第五。 那么,这与出口和贸易有什么关系呢? 中国虽然生产了最多的汽车,但大部分产品用于销往国内市场,只有大约11.5%的汽车用于出口。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出口汽车的数量在过去几年里持续有着显著的增长。 但数据显示,中国汽车出口主要的目的地是俄罗斯。 尽管中国汽车产业在不断增长,但如果按照单个厂商进行比较,最大的汽车厂商仍然是丰田、大众和现代汽车。 中国的制造商并没有出现在前五名的名单中。 不过如果只看电动汽车市场,情况则完全不同。 根据2022年全球销售最多电动汽车的前十个品牌的排名,其中有六个来自中国。 光是比亚迪在2022年卖出的电动汽车就比大众、宝马、奔驰和奥迪加起来还多30%。 比亚迪甚至取代了大众成为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最大品牌。 这个比较表明,如果西方汽车制造商不能改变市场份额下降的趋势, 他们的问题会相当严重,因为中国目前仍然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拿德国为例。 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就达到德国整体汽车工业的20%。 新能源过度阶段的电动车市场对汽车制造商来说,也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接下来,我们要简要介绍一下关于中国电动汽车市场增长的一些重要因素。 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电动汽车市场,可以发现有一家中国厂商占据了市场的大部分份额。 这家公司就是比亚迪。 在2022年上半年,中国几乎每三辆电动汽车中就有一辆来自比亚迪。 而传统的豪华品牌,比如宝马和奔驰的市场份额只有不到0.3%, 情况稍微好一些的大众,市场份额也只达到了3.7%。 这当然不完全是因为市场原因,还与中国的政治与政策有关。 首先,中国电动汽车产业迅速崛起,并迅速成为汽车出口的世界冠军。 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汽车产业在过去几年经历了重大的技术突破和发展。 特斯拉对电动车技术的开源,和中国对外商技术投资的依赖是促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其中一种直接投资的方式就是成立合资企业。 这种合资企业的成立至少需要中外两家公司的合并。 其优势在于外资公司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持和品牌效应,而另一家中国公司则掌握本地市场的话语权。 1990年,中国汽车行业的最大合资企业成立,即中国第一汽车集团与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之间的合资企业。 通过一汽大众的成立,中国汽车产业迅速壮大,但值得一提的是,中方却并没有实现巨大的技术飞跃。 虽然在2004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一项用于汽车行业的长远规划,旨在促进研发。 不过,中国仍然缺乏传统燃油车主要部件的生产和研发能力,仍然依赖于部件进口。 但在2007年,中国新任科技部长万刚,成为了改变局面的关键人物。 中国的汽车制造业也将从此彻底改变。 万刚之前在奥迪德国的英格尔斯塔特工厂担任研发高级经理,拥有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博士学位的万刚,主要研究领域是动力学。 是电动汽车的忠诚支持者,中国之所以决定大力发展电动汽车,主要原因完全归功于它。 万刚上任后,中国政府迅速将电动汽车视为优先发展领域,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 此外,中国汽车制造人才的长期培养战略也起到了助力作用。 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建立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系统,以及与汽车相关的大学专业。 中国与像丰田这样的外国公司合作,共同建立研究机构和学校。 中国制造商格力甚至创建了自己的汽车大学,每年培养约1万名毕业生。 但考虑到格力主要是制造冰箱的公司,这种大跃进式的汽车革命也为之后的行业发展埋下了许多技术性的隐患。 不过,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不得不说的一个优势就是与像阿里巴巴、百度这样的本地科技公司的频繁合作, 中国政府出于对特斯拉数据储存系统的担忧,和无法使用谷歌和国际互联网的特殊国情。 中国厂商只能借助本地科技公司的技术才能让电动汽车的人机互动更为先进。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电动汽车购买的过程中,消费者已经不会再去关注传统的油耗因素,而会更多地考虑汽车的人工智能属性。 所以,与专注于人工智能的本地科技公司合作,开发出更加适合本土市场的人机界面,大大提高了中国电动车的竞争力。 需要强调的是,在强化国内市场的同时,中国厂商也把眼光投向了国际市场。 实际上,自2000年以来,中国公司不断地在进行着各种海外投资,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 他们通过购买外国公司的股权或者整个公司,以获取先进的技术,从而缩短了产品的研发周期,这样做,通常可以节省长达五年的时间。 这对于中国汽车制造商来说是一种重要的策略,但对于国际竞争对手来说,则是一种巨大的竞争压力和挑战。 根据莫卡托研究所的数据,在电动汽车领域,欧洲是中国汽车行业扩张战略的关键市场,尤其是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链。 欧洲汽车制造商几乎完全依赖从中国进口的电池。 与2021年相比,在2023年的慕尼黑国际汽车展上,中国参展商的数量更是增加了惊人的100%。 在开发销售市场的同时,中国对欧洲的投资还集中在电池制造工厂上,其中,在匈牙利的一笔最大投资额达到了76亿欧元,欧洲本地化的生产, 更可能会导致电池行业的垄断局面。 但对德国和日本这样的传统汽车强国来说,这一切也有积极的一面。 德国政府曾鼓励在中国投资,认为中国的成功也会有利于德国。 不过,现在欧盟的政策似乎正在发生变化,欧盟将对于外国投资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尤其是在涉及新能源的关键领域,对中国投资的严格化,将会有效控制,次时代新能源技术,如电子燃料和氢能源内燃机技术外流的情况。 此外,对中国政府的电动汽车补贴行为的调查也在进行当中。 中国厂商向欧洲低价倾销的现状也将很难继续维持。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复杂的局面,新能源汽车的公平竞争机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技术创新和质量保障,始终是在汽车市场上取得成功的最关键因素。 汽车,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如果,希望在市场上取得成功,汽车制造商就必须重新关注人才的培养。 科技创新等一系列因素。 依靠低廉的生产成本,简单的技术复制粘贴,通过不正当竞争推广未经过多年研发和测试的产品,也只会成为汽车市场上短暂的过客。 也几乎不可能保证汽车制造行业下一个100年在健康竞争的环境中继续发展。 如果您对中国与世界的新能源汽车行业有着不同看法,欢迎您在评论区与我们交流讨论。 感谢各位观看今天的节目,还请您免费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 期待和您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